我们用PS5或者任天堂Switch YUC 直播的时候经常会用到采集卡 这个视频给大家带来一个 优赖特的一个小采集卡 这个很便宜 这个采集卡它是1080T30帧的 一共就是这两个东西 非常小巧 这是采集卡的本体 左侧这是转接器 是USB-C转USB-A的 我们直播PS5或者任天堂Switch YUC 必须要用到电脑 如果你的电脑没有这个C口 是USB-A口 那就用转接器 把这个USB-A口或者C口插到电脑上 把这个口 这个口是HDMI口 用一条HDMI线连接到PS5 或者其他游戏机上 如果你用的是台式机 最好不要用前置 把它插在后面 直播用通用的OBS 也可以用抖音 或者其他平台的直播工具都可以 我们以OBS为例 添加一个新设备 叫视频采集设备 确定 现在电脑能识别采集卡 并且显示这样的画面 接下来我们打开PS5 具体的OBS设置方法 就不在这个视频里介绍了 现在已经能看到PS5的画面了 下面是采集卡的设置 字有点小 设备是USB-Video 分辨率是1920x1080 帧率是30 色彩空间 T09 色彩范围 全部 我们在OBS里 也可以把它放大到全屏 这样 如果你有一个笔记本 没有显示器或者电视 想玩PS5 或者Switch的话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玩 不过 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有延迟 多少还是有一些的 虽然不是特别严重 另外一个就是清晰度 PS5是支持4K的 但是在这里只能显示1080p的30帧 做一些妥协 所以这个采集卡我认为还是做直播比较合适 因为在直播推流的时候 一般1080p30帧是足够用的 所以这个卡我认为是一个直播用的卡 用笔记本玩游戏也可以 但是不是很推荐 只能勉强凑合用 毕竟价格摆在那儿 这个采集卡我已经挂到了橱窗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